社會有很多聲音 讓年輕人多說一些 讓年輕人多說一些 或者讓渠道宣洩 或者讓一層樓去 讓一份工作 是否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年輕人的情緒波動 以前也可能仍然是 十幾二十年前 很多國家都說 我們要有的所謂Youth Policy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有Youth Participation 有青少年參與 為何一群老人家坐著 想青少年的事情 是想不到的 一定要有他們的參與 但不知道是否過去幾年 其實青少年是有機會參與的 但誰知當青少年參與時 叫青少年出來參與那群人 他們會害怕 怕甚麼呢 怕失控 怕失控 怕不夠大聲 又或者其實 可能未達到溝通的位置 大家互相說 大家覺得對的東西 而大家沒有聽到 這下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最初還有少許大家說 真的聆聽 但後來沒有聆聽 大家很對立 我就說青少年是這樣看的 你一定要聽 但上面的朋友說 你們看得不清楚 因為這個世界不是你們這樣看的 以前仍然是這個說 這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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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大家一起說 踏咪根本上沒有話可說 踏咪其實只是鬥大聲 但踏咪這件事是哪裏引申出來的 踏咪不是青少年發明的 踏咪根本上是青少年人先做的 至於你說是否容易扯火 我覺得整個香港都會扯火